HELLO 大家好 歡迎到士多貓TV 我是Alan 最近在台灣有一宗很熱烈的新聞 就是關於中國用語 在網上的討論是很厲害的 就是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日記 那篇日記裡面說到一句說話 就是說鞋子破了大洞 所以不換 估計是不行的了 老師在批改的時候寫了一句 別用中國用語 比較好 這句說話是在軒然大埔 有很多討論 有些人支持老師 有些人說老師不懂字 台灣也有估計這個字 在教育部裡面也有這個字 但是我在台灣生活了四年 我從來沒有聽過台灣人在這個語境下 會說估計 通常會說鞋大概不能用 應該不能再穿 估計這個字通常都是跟數量 跟猜想有關 不知道我的想法合不合 台灣人都可以留言 你究竟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不會說估計這個字 我就想起我以前中學教書的時候 一個中文同時 他很討厭一個字 就是打造這個字 這個字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 和中國越來越密切之後才可以出現 因為中國很多時候說什麼都是說打造的 但是香港是會說譬如說製造 塑造 建造 剃造 製造 建立 開創 在不同的情況下是會用不同的字 是會用得正確一點 但是中國很多時候就什麼都打造 那個中文同時就看不過眼 為什麼現在的新聞媒體什麼都說打造 用一些字不精煉 連學生都開始用打造這個字 雖然都是有打造這個字 但是其實是有更加精煉 更加好的字可以用 這個例子和台灣的新聞很相似 雖然都是有估計這個字 但是台灣的語境是不會這樣說 可能只是中國這樣說 我也不清楚 所以老師可能想教學生一些比較準確的說法 這件事在台灣引起了超多的討論 有些人說台灣人不要用中國用語 小心被中國滲透赤化 有些人覺得用中國用語沒問題 語言文化交流很正常 有些人就更加誇張 說這些叫人不要用中國用語的人 是仇宗語言烈無等等 其實香港曾經都經歷過這些討論 我記得大概是十幾年前 有一批香港人就很在意 叫香港人不要說匪語 台灣有些人就說字語 其實就是中國用語 因為那時候有些香港人 發覺香港慢慢被中國化 大家越來越用得多中國用語 譬如即器變成一次性 開幕禮就說了開幕式 二奶就說了小三 越來越多這些變化 甚至是新聞媒體 學校 政府的公告 都寫了中國用語 就不是我們香港以往用的中文 那時候的討論 跟台灣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有些比較中立的人 就覺得文化交流是正常的 大家不用過份敏感的 有些言論就說這些人 是語言烈無 仇宗仇到走火日無 那些用詞 跟現在在台灣支持中國用語的人的用詞 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為何那些用詞是一模一樣的 留意那些是甚麼人 大家就可以去深思這個問題 那時候我記得 覺得沒有問題的人 聲音是比較大的 大家就可以看看 今時今日香港變成怎樣 VPN是虛擬私人網絡的簡稱 可以令你更安全才能上網 可以隱藏你的IP 加上互聯網使用的流量 客戶就不會那麼容易追蹤 和盜取你的個人資料 ServeSight的VPN有Keymail的功能 可以幫你阻擋廣告 追蹤器 惡意軟體 和網絡釣魚 除了保障上網安全之外 你還可以用VPN來轉地區去看劇 和網購等等 ServeSight是唯一的VPN 全球一百個國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你是不限使用設備 你全屋所有器 都可以用同一個帳號去使用 你用我們的Promo Code 時代貓TV 訂購兩年VPN的計劃 就會有三個月價外免費使用期限 而且你是有三十日的免費退款保證 如果你有興趣使用 我們Info Box 或是Link 你按去登記就可以使用 沒錯 我覺得文化的交流很正常 兩個地方的用語越來越接近 都是很正常的 如果在和平的狀態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健康的 大家可以互相進步 但如果大家不警惕的話 強勢的一方文化 最終一定消滅了弱勢一方文化 尤其是當對方無時無刻想侵略我們 大家真的要警惕 語言其實是承載著很多文化和歷史 是很有力量的 它可以潛移默化去影響你的意識 去把你洗腦 甚至可以改變你的習慣和身份認同 舉個例 在十幾年前 香港人經常會說一個字 回大陸 但有些很抗拒中港融合的人 提醒大家要說去中國 而不要說回大陸 因為回是有返回的意思 你原本從那裡來才要回 另外大陸也是明寧的意思 香港就好像是那裡的熟地 那時候就會有很多這些討論 正如我那時候的影片 會加一些陀語在裡面 例如捏鼻 擺鼻 台灣觀眾聽到我這樣說陀語的時候 大家都馬上覺得很親切 我是一份子 其實反過來也是 如果你用了很多對方的用語 而你不警惕的話 你不知不覺都覺得 你自己是對方的一份子 其實這就是軟滲透的一種 而抖音和小紅書的影響這麼厲害 很多人都看了 我最近跟一個朋友去聊天 他說他有個朋友的小朋友 台灣人來的 他現在是會說西紅池 而不是說番茄的 因為看了抖音和小紅書太多 他不知道那樣叫番茄 他叫我西紅池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而很多台灣人 感覺上不是很自覺這件事 美國現在就開始在討論 要按TikTok 指大家有沒有深究過 美國為什麼要按TikTok這件事 因為TikTok裡面有很多Propaganda 很多資訊是被過濾 他會過濾一些 曝某個國家的資訊 給你看多些 而反對那個國家的資訊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是慢慢幫你去洗腦 甚至是可以影響國家大選的結果 語言的力量真的很大 真的可以幫人洗腦 獨裁政權就是想你覺得 用語無問題 文化融合是很正常 慢慢把你洗腦 而你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語言真的沒什麼所謂 當初台灣就不會按台語 現在香港就不會說去植化 改走以前英國的地名 路名 在這件事上 韓國就很有先見之明 韓國在幾十年前就開始去中國化 開始不用漢字 漢城也要改為首爾 很有先見之明 我覺得不是要禁止去說中國用語 其實你也禁不了 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說中國用語 而台灣的用語是怎樣 我覺得台灣人是要去保護 和去尊崇台灣的用語 是要對自己的用語感到自豪 特別在學校要教正確的台灣用語 你要知道這是番茄 而不是洗紅池 台灣人真的要小心這些文化的融合 這些圓滲頭 要小心抖音、小紅書、中國用語 如果大家不傾省 用越多忘記了自己台灣文化的時候 在外國人甚至在台灣人的眼中 台灣和中國就會變得沒有分別 台灣很快就會變成第二個香港 大家真的要警惕和小心 不知道大家聽完我的分享之後 有什麼見解 你也可以留言說你的看法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COS、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觀看 如果看,那麼抱貌 Harold所擁有什麼好嗎 誰會的電視 小明它們很可愛 海 seinen一起